朝九晚五并且在体制内,福利待遇甚至高于事业单位,国企,曾经银行业因员工福利优厚,社会地位高被认为是就业的金饭碗,然而,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,监管规范增强,同业跨业竞争加剧,国家好照缩小收入,加之银行从业人员压力有增无减。 银行业的黄金时代货家落幕,与之伴随的是,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员工分为选择跳逃。 上半年,中国银行年报出炉,数据显示,去年,五家国有银行在境内银行机构的员工全部减少,其中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检员都在八千人以上。 本报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,自去年以来,山西银行也不放银行,增分迎来一千员工主动离职的高峰期,招的都赶不上走的,现在走的人员都不够用了。 流失刷确实很大,扑发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建成银行、建商银行、华夏银行等太元,多家银行内部人员坦言,连续给月工资一百多元。 从去年以来,一连续多元只拿到两千六百多元,工资的李燕化名第一次有了预知的想法。 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李燕,2012年,就职于建设银行太元某之行。 他坦言,那时候贵员月入过万不是梦,逢年过节还有各种超市场、消费卡、福利待遇也很高,年收入十万多。 然而,自2013年以后,李燕便感觉到自己的工资在逐年,缩水,特别是去年到今年以来,好几个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资,个别月最多时也就四千多元,身边有的同事撑不下去了就辞职了。 李燕说,事实上,这样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大型国有银行。 记者走访发现,不少股贩制银行,地方称是银行的,离职潮更为明显,扑发银行某分行与高管坦言。 现在银行都属弱是群体了,这行网点员工流失较多,人员都不够用。 进城银行某只行一线员工告诉记者,营销干同事已连续多月完不成业绩,扣除无险一斤后,只拿到一百多元工资,而几年前向他们至少约薪五千元以上,上半年已走了四位同事,无独有偶,进商银行一只行员工惨颜,现在自己的平均工资只有三千元,一线贵员连三千元都拿不到,员工流失相当严重。 是往常的三至五倍,除了贵员港,去年已从华夏银行太原封行离职的张鹏化名街上,以前他所在各大营销部和德工客户经理,属于一线的高写岗位,有的年收入能达二十多万,但这两年一万不成指标业绩,加上不良贷款能影响,员工工资不稳定,待遇落差很大。 这也是员工流失,跳逃较多的岗位,假之,像贵员,大唐等,都是大部分新人入职后的彼单之职,而这些岗位本身进生机会和空间就有限。 在此境遇下,流失率自然最高,工作身心压力加大,工资待遇严重缩水的同时,像贵员,营销客户经理,大唐经理等银行一线员工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却有增无解。 不仅要承担销售不同产品的指标,而且过手的业务不能出错,不能有顾客差评,工作加班时间过长,逐多因素造成银行从业人员身心压力加大,也直接加剧了员工的流失率。 而另一方面,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,银行资助设备数量不断增加,客户可在银行提供的智能设备中,办理包括开户,签约电子银行,转账,信用卡申请等十多项非现金业务。 但与此同时,各银行之行网点,也开始缩紧柜面窗口数量。 目前,大部分之行网点,只保留二到三个柜面窗口,柜员工作量不降反增。 朝九晚五,每月都能双休止是吗?在采访中,绝大部分员工坦言,每天工作几乎占据了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。 张鹏说,虽然银行规定朝九晚五,即使柜员工作时长基本都达十一小时,员工每天都得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,进行班前准备,开晨会。 中午只留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轮流吃饭的时间,到下午五点虽然不降好了,但要把已拿号等候的客户借务助理完,基本就快六点了,这时才开始结算一天的账。 现金、凭证、单据,任何一样都不能出错,全部收妥当了。 等款车把钱接走了,才能换一幅走人。 这还不包括很多时候要进行班后培训与学习等,每天工作时间早八点到晚八点已成常态。 不仅如此,对一些员工还有多项考核指标与工资挂钩,如,抹账率,投诉率,差错率,远程率,评价率,任何一点出错,都会扣工资,而网点的效益贵金属。 保险理财,存款,基金,第三方存款,指标的完成情况,也会按一定比例,的讲称进入贵员的工资。 一天面对上百名客户,除此之外,多位银行贵员及大堂经理坦言,最让人崩溃的,还不是身体上的疲惫,而是心理防线的一次次崩塌。 一天面对上百名办理咨询业务的客户,处理各类客户的不满情绪甚至,无理要求,真是什么样的都有,进程之行,一大堂领导直言,每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户,稍有不满,有些素质低的客户甚至口无遮拦,随口骂骂,作为服务窗口的员工有在多委屈,也只能耐心解释,无力反击,多位不愿居民的一线员工。 对自己的现状吐着苦水,不难想象,窗口岗位工作压力的增大,薪酬的缩水,势必会影响一线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服务水平,甚至引发举客户的摩擦冲突。 7月18日,建航太原学府间,直航,就发生一起贵员情绪失控,推访储户事件,被媒体报道后,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网上热议。 就此,记者采访了该支航营销主管王娟,他介绍,该贵员是十几年的老职工了,平常从未跟客户发生活不愉快,那天正好家里有事,状态不太好。 而另一方面,他也坦言,目前银行工资待遇很低,人员流动性比较大,多方面因此导致员工情绪失控。 他介绍,此事发生以后,该支航已加强了员工班后退训,特别是针对窗口人员的职业行为和服务等方面加强了学习,工资倾斜应对高离职,而对于追求自由且高质量生活的毕业,与民校的95后大学生来说, 想象中的金饭白与现实的落差,无疑也让他们成为优势率较高的群体。 除此之外,一些世家中主要收入的男员工和面临生育,或者刚生育的女职工也是高离职群体。 他们中有的索性回归家庭,有的在某职业,到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以及证券、基金等行业工作。 事实上,面对一些员工的紫质现象,不少银行已采取措施试图补救,如每月工资向一线贵密员工调整倾斜,尽管如此,也无法和过去的薪酬待遇相切。 流失现象没有遏止,一位不愿居民的银行从业高管表示,受实体经济低迷和宏观经济下行的直接影响,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不断飙升。 特别是去年,山西银监局按照国家银监会安排部署,开始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,防控银行业风险,弥补监管短板。 主力从源头上纠正,违规行为,治理金融乱象。 通过加强监管处罚,各类机构风险和合规一时协助增强。 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秩序明显好转,但银行风险控制成本是比也增加了。 在此情况下,员工收入不免有所下降,也让许多人萌生了离开的想法。 上述人士表示,在他看来,未来银行一定会将更多工作制度化、流程化、自动化。 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,会继续削减电话中心的客服、银行柜台等类似交易操纵档。 据山西银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,目前山西各银行指航集网点有6900余个,从业人数达123,000多人。 在他看来,目前引发银行员工离职,较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在过去,若干年间银行行业享有很高的工资,但是现在,由于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,整体经济形势影响,降低工业利润增长,整治金融乱象,以及国家号召缩小收入差距。 从而使得银行业工资有所降低,在他看来,今后,银行从业人员工资待遇也不会太高,薪酬待遇将更趋于合理。 职业规划,抗压辅导培饰,该负责人也坦言。 现在刚毕业的90后大学生步入社会,相对比较浮躁,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比较迷茫,银行应该多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指导,以良好的心态步入职场,让他们了解自我现状,改善处理情绪的方式。 主动积极面对工作,以应对现在的离职现象,而记者曾旺发现,职业道德学习和抗压减压辅导的缺失,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干员工的情绪化加剧,导致与客户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。 对此,建设银行,华夏银行,建成银行,建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一线员工坦言,平常学习最多的是银行借务知识,系统申请简练,以及应对各种考核检查,抗压减压的专业辅导根本没有。 不难想象,身处银行与客户面对面沟通的一线窗口,所有的矛盾都聚焦于基层网点,每天面对素质参思不齐的客户。 银行从业人员还必须用自己良好的仪表,一派对客户服务。 即便是客户有错在先,我们贵员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华夏银行某只行已为贵员坦言,当员工面对内部考核和外部矛盾的双重巨大压力时,没有谁教他们如何缓解自己的压力,没有谁教他们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,一切只能靠自己承受。 山西一心理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以好几层员工有较高的职业压力,工作和生活失去平衡,引发员工身心健康受损,加之行业落差加大等甚至带来严重的负面情绪。 感到压力、衰竭、压抑和焦躁,这就是随着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,和职场人自身健康的退化,悄然来袭的职业倦怠,而如何来帮助员工改善职业倦怠,是企业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。 他建议,银行在关心经营业绩的同时,也要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,开展心理宣传、咨询、输导和援助等活动。 为职工特别是先生带银行从业人员陷入减压,如,每周又针对信地开展团体辅导和工艺讲座,传授心理诚实,讲解减压技巧以及心理调节方法。 对已经存在心理问题的职工,则开展定向帮扶,进行一对一咨询和疏导,并利用减压舱、沙盘、心理疏护等设备设施。 为职工进行心理按摩,本包记者赵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